三问中国经济新年第二问 2023年继续念好吻字诀 吻字当头怎么干 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这个 拉动这个需求来稳住这个经济 文产纾困激活主体 培忧欲强民营企业 中国经济如何以吻求进 已尽顾文 这个保焦楼这件事情呢 必须保持保养的确实完成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我们继续展望2023年的中国经济 今天我们发出新年的第二问 吻字当头的中国经济 这个吻字今年究竟将怎样落地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2023年的经济工作 延续了吻字当头 吻中求进的总基调 那么2023年的这个吻 与2022年的吻 着眼点究竟有什么不同 怎样吻才能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又如何更好地激发 稳增长的动力 让久违的热闹烟火器 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重新回归到经济运行的正常轨道上来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来听听两位学者 在各自领域的研究和思考 经济稳则人心稳大局稳 中央稳增长号令寄出 各地温声而动 在近期各省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 稳经济大盘成为高频关键词 浙江省提出 2023年要善当以稳固境 稳中求进的挑担人 推动经济尽快回归 稳进体制的正常轨道 山东省提出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促进经济稳进体制 吉林省提出 要突出做好稳增长 稳就业 稳物价 防风险工作 河南省发布了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促进经济稳定向好政策措施 加快建设贸易强省 更大力度吸引外资 重庆是引发了 重庆市稳经济政策包第三版 包含181条政策大力包 国家发改委也召开 稳住经济大盘督导服务视频 连线工作会 听取北京上海安徽广东四省市 相关工作情况介绍 稳自当头 是对时与市的深刻把握 2023年 中国经济怎样才能 稳住基本盘 取得更多 近的收获呢 张院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 是再次提出了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是仍然较大的 那您觉得今年再提三重压力 和去年相比 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三重压力呢 其实彼此是相互联系的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觉得对今年来说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需求转弱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他看来 2023年稳定政策 主要应对需求收缩 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这一次呢 把这个需求的问题 等于提到了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现在这个稳经济的提法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 是要通过这个拉动这个需求 来稳住这个经济 您觉得和去年相比 今年稳字调又有什么不同吗 今年这个稳 实际上就是要让 我们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特别是财政政策 要在稳住这个 总的需求的盘子上面 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尤其是我们的 大量的中小微企业 你要减负的 这意味着我们的收入 将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对吧 那你所以财政政策 又要来支撑这个总需求 而且要有更多的增加 这个意味着我们 23年的财政政策 要有比较大的调整 要能够释放更多的 刺激需求的力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加力提效 那您觉得 我们应该如何去加力呢 那么这个加力我想 对我们财政政策来说 可能有一些 我们过去这些年所形成的一些 基本的原则 我觉得该突破的还是要突破 比如说这个赤字率 对23年来说 实际上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再去守住这个3%的这道弧箱 那您觉得赤字率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我觉得达到4%是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的公共债务 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债务的占GDP的比重 放在全球看 其实是非常健康的 非常稳健的 我们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我想23年最大的风险 就是经济不增长的风险 或者说经济的这个增长 低于我们预期的风险 那这个是最大的风险 至于其他的风险 我认为在经济稳了以后 都是可控的 您认为2023年的经济增速 达到什么水平是合理的 我个人认为呢 应该是在5.5%到6%的 这样一个范围 比较合理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就必须有效管控重点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有效防范化解 重大经济金融风险 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化解房地产业风险 成为有效防范化解 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的 重中之重 2022年 房地产行业经历了 前所未有的变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年1月至11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21250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23.3% 房地产企业在资金周转 产品交付 库存计划等方面 都面临巨大挑战 银保监会目前在积极主动参与 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方案研究 从多个方面推进保交楼 稳民生工作 2022年 保交楼首次写入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 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 保稳定工作 2022年8月 住建部财政部及央行明确表示 要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方式 支持已受与其难交付的住宅项目 建设交付 9月 全国2000亿元专项借款资金启动 保交楼资金 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11月11日 央行和银保监会发布金融16条 由此为开端 在短短20天内 相关部门先后向房地产业 设出三支建 分别在银行信贷 债券融资 股权融资等方面 给予支持 政策端强势脱底 大幅提振各方信息 打好保交楼空间站 地方政府也没有缺位 2022年8月 郑州市发布了 郑州市房地产纾困基金设立运作方案 并设立100亿元纾困专项基金 主要用于缓解房地产项目 停工停按揭 带来的社会问题和金融风险 由此 全国第一个房地产纾困基金落地 随后郑州市还发起了大干30天 确保全市停工楼盘 全面复工的专项行动 10月6日 郑州对外公布专项行动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全市147个已受停工 半停工商品住宅 已经有145个实现的全面实质性辅工 此后 南宁市 湖州市 绍兴市 石家庄市 平香市等城市 陆续出台保交楼政策 2022年 全国有近40个省市出台保交楼举措 数千亿保交楼资金落位到下 前院长 2023年我们要做好保交楼的工作 您觉得关键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保交楼为什么特别重要呢 这个不是空中楼阁的需求 这个是真实需求 前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 在他看来 保交楼工作不仅关乎民生稳定 对于房地产市场稳定 与经济信心修复同样重要 他这个交易的包括资金 已经在进行的过程中了 同时他又牵涉到民生问题 而且还有很多带动的消费和行业的上下游 所以保交楼这件事情写进了政治工作会议 国家看得非常清楚 这件事情必须保质保粮的迅速完成 这个金融体系可以做不少的工作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流动性的支持 有没有过估算资金的规模需要多大 国家这个基金大概规模是2000亿左右 我个人认为规模可以再大一些 扩大到1万亿 这样的国家基金的规模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一出 先不说别的 这个对市场信心的修复就会有很大的作用 2022年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是政策大年 我们看到融资政策是三件启发 尤其是第三支建行 打开了尘封十多年的股权融资闸 那么您觉得2023年房地产企业能否从供给侧上走出困境 其实从21年开始 以及整个22年 其实我们已经积累了 对包括大型房地产企业 债务风险和资产重组的经验 不管是从银行 从地方政府 从监管部门协调起来 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经验来处理 接下来的剩下的一批房地产企业 我觉得不是问题 我有信心看到今年上半年 就在6月底以前 基本上比较大中型的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 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妥善的解决 这个对今年后续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复苏 是非常非常积极的意义 从中央到地方 政策密集出台 资金陆续到位 给困境中的房地产业 带来了新的希望 未来房地产业该怎么走 党的20大报告给出了答案 报告指出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就在2022年10月8日 我国首个住房租赁基金 在北京正式设立 将通过盘活市场存量房产 向个人租户提供长租房服务 截止到2022年10月 全国以开工建设 和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约330万套间 累计完成投资3334亿元 可解决近1000万青年人 新市民住房困难 其中40个人口净流入的 大中城市 以开工建设和筹集 270多万套间 完成了十四五目标任务的 42% 充分释放居住消费需求 好消息不断 2023年1月5日 深圳市也加入了 推行二手房 贷押过户的队伍 贷押过户 是指存在抵押的房产 不用提前还贷 就能完成过户 办理新的抵押 发放新的贷款 此举意在提高 二手房交易效率和便利度 降低二手房交易成本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 全国累计有三十二个地方 陆续宣布推行二手房 贷押过户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 2022至2035年明确提出 要促进居住消费健康发展 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支持住房改善 新能源汽车 养老服务等消费的提法 相互呼应 同时 继2021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首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后 2022年再次提出 推动房地产业 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我们要推动房地产业 向新发展方式平稳过渡 那您觉得新的发展方式 有什么要因 这一轮调整以后 确实以前的那个高举 在高扩张的模式 我相信是一去不复返 在这个二十大报告里面也体现 就是叫租购并局 所以很多这个房地产企业 它要做什么 它要做纯量的改造 城镇的改造 这个大有作为 这个租购并局 这个新的发展方向 尤其在城镇里面 金融还是可以为房地产 做不少贡献 具体就体现在这个瑞茨 瑞茨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也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它指的是 向投资者发行收益凭证 募集资金 投资于不动产 并向投资者分配 投资收益的一种投资基金 在国际资本市场 已有60多年发展密室 而在中国 它的底层资产 则主要针对 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 2022年8月31日 首批三支保障性租赁住房瑞茨 分别在北京 上海深圳上市交易 12月8日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 加快打造瑞茨市场的 保障性租赁住房板块 研究推动试点范围 拓展到市场化的 长租房及商业不动产等领域 这个瑞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这个金融化 证券化以后 我这个楼都不用修 我只要有个图纸 说我在上海北京的 哪个地段 哪个环的哪个角落 要修一栋 大概什么档次的租赁楼 这个租赁楼的现金流 我就可以计算出来 它就可以成为 一个瑞茨资产包的一个部分 如果一旦瑞茨的项目 能够融资了 能够在商交所发债 能够有些股权的融资 对开发商来讲 它的现金流的回笼的速度 就远远快于以前的那个模式 就可以很快地推出 一批保障性的注力 这个就是金融 真的是在服务这个实体经济 如果说2023年 房地产市场着眼于困局中求稳 那么民营经济 更多的是变局中谋进 党的20大报告指出 我们要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 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 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立场 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强心针 改革开放40多年来 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不断发展壮大 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科技创新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近年来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 和转型升级的国内经济环境 民营经济迎难而上 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2022年前三季度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 超过外贸总值的一半 比去年同期提升两个百分点 在您看来 具体有什么办法 来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 我们改开放以后 包括过去十年 我们对民营企业家的 这些政策其实是连贯的 要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 要公平对待民营企业家 这些在政策上 应该说一直都是这样 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中央经济公众会议里面 也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经济纠纷 地方政府有的时候 它就比较粗暴 它可能会动用刑法来对待 这个民营企业 涉及到的这些经济纠纷 像这些也会伤害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我们在对待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家的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 把很多政策 能够把它变成制度 甚至于我们能不能设立 关于民营企业的这个独立的法院 就是涉及到民营企业的这些纠纷的案子 我们就放在这个法院来做 那么减少地方政府 对这些案子的干预 所以通过立法来护航民营经济 让制度环境变得稳定 可预期 将来就是等于说 你要问责的时候 实际上就要加一条 对 你就因为有法可疑 你就可以问责地方的官员 在对待民营经济上面 是不是做到了 我们制度上的那样一些要求 面对全球新冠疫情持续演变 复杂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 民营企业迎难而上 苦修内功 依然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在张军的观察中 跨境电商表现十分突出 拼多多T姆在美国下载量 达1080万次 成为11月1日至12月14日期间 美国下载量最高的移动应用程序 TikTok Shop跨境电商 2022年累计直播超过286万场 消费者与商家累计互动 超过80亿次 而根据海关统计 近五年来 民营中小企业跨境电商 近出口量涨幅近十倍 一大批小微企业 通过这一渠道 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为韧性十足的民营经济 增添新动力 有时候经济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 微和机组是连在一起的 它就有了一个巨大的 产业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机遇 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 我们的供应链 我们的仓储 我们的物流 可以说在全球是最发达的 有了这些基础设施以后 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 在短期里面迅速可以转型 我们跨境电商的公司 它迅速走到了国际上的最前沿 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的 这个经济底层的活力 还是非常厉害 我们说中国经济有韧性 其实这些韧性就表现为 我们真的是这个千千万万的 这些明不见经传的这些 这些创业者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经济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而在前军看来 民营经济科研创新力度 也在不断加大 成为了科技革新和业态升级的 重要推动力 专精特新是指企业具有 专业化 精细化 特色化 新颖化的发展特征 是制造业科技创新的代言词 目前我国8997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 民营企业占比高达84% 我们现在未来的目标很清楚 我们要成为一个科技强国 到最后一定要有 产学研议体化 专精特新企业 就是在做最后那一步 这些企业把最尖端的科学研究 变成了生产力 所以资本市场 金融 要扶持这些企业 确实是融化的 2022年 共有428家公司登陆A股市场 其中创业版 科创版 及北交所新增上市公司数量 占比超八成 从公司属性来看 在这428家上市公司中 民营企业有358家 占比83.64% 这是深交所的科创版 其次是深交所的创业版 最后一个是去年 21年成立的北交所 这三个板块 在过去的三年当中 通过注册制上市的公司 超过1000家 而以传统的审核制上市的公司 应该是300家左右 也就是允许更包容性的 让更多的中小企业 能够对接资本市场 所以从这点来讲 对投资者也是好处 对企业的发展也是好处 那在您看来 除了上市融资 2023年资本市场 还可以有哪些手段 来扶持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公司债的市场 可以进一步发展 还有一个是通过并购 我们预期23年应该有复苏 但是我们建议 就是应该更有倾斜型的 支持科创行业的并购重组 让上市的公司成长得更快 同时能够让更多的 不上市的公司 也有资产的推出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行稳是致远的前提 越是风险挑战叠加 越是不确定性存在 越要一个稳字 稳不仅关乎经济总量 更关乎发展信心 市场预期 名声获得感 而这个稳 从来不是党来的 而是实干出来的 勇闯出来的 善于从风险中 蹚出健康发展的新模式 从危机中 找到逆境突围的新路子 中国人正以解决 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劲 实现更加坚实的稳 以强化新动能支撑的劲 实现更有活力的稳 以保障改善民生的劲 实现更有温度的稳 我们相信 2023年的中国经济 将会步履稳健 坚韧前行 我们今天的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